原标题 柴蓉死后 赵匡印黄袍加身 如何对待他的妻儿 我真是千古一帝赵匡印的皇位来得不正 多威登基之后挖不了自己的发漆 所以选择将皇位传给侄子柴蓉 柴蓉在位期间懂得为民考虑 在民间的口碑特别好 而且不断提拔手下的大将赵匡印 这样做的后果 就是在柴蓉突然去世后 赵匡印看着年纪六岁左右就登基的柴宗迅 结果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 赵匡印原本打的灵意 就是被强迫登基的 那么他接下来是怎么对待柴蓉的妻儿呢 赵匡印对柴蓉的妻子倒是不错 将他们的安置好了 让我们省略早年就被汉隐帝杀掉的前三个儿子 接下来原本当上皇帝的柴宗迅被封为王爷 赵匡印平日未曾刻苦对待他 不过柴宗迅长大后明白了皇位原本是自己的 为此闷闷不乐才二十岁就去世 而第五个儿子柴蓉 让原本在柴宗迅登基后 从燕国公被封为了王爷 这位之孩 没有作文 那边赵匡印就夺走了皇位 柴宗迅也没有什么野心 见如今他们家大事已去 就带着母亲隐居 第六个儿子柴宗迅就更有意思了 赵匡印让他给攀妹当了侄子 不过柴宗迅也是一个很争气的人 在长大之后进朝廷当官 为老百姓做了很多时事 而第七个儿子柴宗迅会运气也不错 成为了卢炎的养子 长大后被继位的宋真宗重用 赵匡印果真是千古一帝 临死前都给柴宗的子孙的子孙留下了保命符 意思是柴宗的子孙 就算犯法任何人也不可以对他们用心 即使是毛反了大罪 也不能适时行连作处理株连泉族 只能在狱中赐死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